另外,吉安乡长游淑珍22号的下午也特别前往了中原大牌 关心排水沟清淤的作业 除了指示清洁队加强重点区域的水沟清淤工作之外 也呼吁民众注意自家周围排水沟是否顺畅 有堵塞情形要赶快的通报乡公所 也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 凯米台风逼近,吉安乡公所也及早展开防汛作业 针对中原大牌水域进行输菌清淤 乡长游淑珍22号下午会同了吉安后备干部前往视察 台风即将来袭 我们来进行所有的勾取勾菌的清淤以及防护的作为 尤其在每次的台风来临测春或是整备 都有我们吉安后备来作为一个协力 所以今天也要求我们吉安后备 共同来看护我们所有在执行上面的一个落实工作 也要感谢花联县政府编列111万提供给吉安乡公所 在今年度进行20公里长的所有的水沟防护清淤 以及我们的清污工作也来做好一个很好的防护 乡公所建设科表示近日已经调派怪手针对排水沟两侧的杂草和淤泥进行挖除 要维持河道盛畅 同时乡长游淑珍也呼吁民众要做好防护准备 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乡亲能够做好防护准备 更要把自己家户前面的勾取 还有楼顶上的排水设施的一些阻碍物都能够清除完备 才可以减少台风带来的灾害 也要在这里呼吁大家一起来 共够我们安全的努力的防护工作 一起来推行 借旅会既然相报道